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你好 谢谢大家今天在这么乐的天气 来到了这么有意义的地方 谢谢邑光教会出皆的场地 那我们可以来举办今天的发表会 玉山社其实很高兴可以在今年 在台湾的这个人权的推广方面 做出一点点的小事 什么事呢 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出版了一本以蔡昆林前辈的故事改编的绘本 叫做爱唱歌的小熊 那接着呢 我们在大概七月底八月这个时候呢 我们出版我们跟爱文音乐合作出版了 这个这个上温柔的勇气 蔡昆林老玉与思念之歌 这么有意义的专辑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我想在座有非常多的前辈 非常多的长者和贵宾 都跟蔡昆林前辈有过很多的接触 相信一定都跟我一样 觉得蔡前辈是一个很温暖很敦厚 让人家觉得可以跟他学习到非常多的长者 可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是这么一位善良 这么一位温暖敦厚的长者 在年轻的时候 居然会因为喜欢读书参加读书会 入狱服刑十年成为绿岛的第一批政治犯 我不知道大家的 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境会有什么感受 可是以我自己来说呢 我每次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都觉得前辈好了不起 如果是我 我一定没有办法像前辈一样 这么积极 这么不放弃 希望 这么勇敢地续续他的人生 其实今天我们把这个发表会的名称 一篇曲叫做用最温流的声音 最最温流的歌 最最温暖的歌 其实就是觉得说 蔡前辈一个这么温暖敦厚的长者 在年轻的时候 虽然说遭到了国家暴力的迫害 可是蔡前辈他依然没有放弃希望 他依然持续地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 蔡前辈已经高龄八十多岁了 还在为台湾的人权教育 与台湾的人权而奔手努力 接下来呢 在我们请我们的来宾致死之前 我们要先介绍今天雨会的几位贵宾 那也请有这个唱道名的贵宾呢 帮我们举个手 或者是站起来跟大家打打招呼 不过因为今天雨会的贵宾实在太多了 所以如果不小心没有念到的话呢 也请大家多多的包含个谅解 那首先让我们欢迎田妈妈 田妈妈好 接着我们要邀请 接着我们要欢迎几位前辈 首先是郭振纯郭前辈 郭前辈好 接下来是蔡宽玉蔡前辈 郭前辈好 接下来是陈青森前辈 陈前辈躲在后面的前辈 那陈前辈旁边都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蔡坤林蔡前辈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几位 就是请大家来一起跟几位前辈导打打招呼 首先是蒋卫水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蒋以龙老师 接下来是徐学基学老师 老师好 再来是蔡宋局老师 老师好 不好意思老师不敢说我解道你了 再来是这个二八基金会的董事长 薛华源邱老师 薛老师好 再来是我们台湾非常解出的诗人 李明勇李老师 老师好 再来是李江雀台语文教基金会 邱文席邱董事长 薛老师好 再来是唱歌非常好听歌声非常动人的 罗斯楼罗老师 罗老师对 罗斯楼罗老师在这里 是那接下来是这个陈温辰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张龙乔张先生 龙乔好 再来是周婉洋 邱文席邱老师 老师好 这边还有这个在台湾史学界非常有名 身份非常高 邀为哲郎老师 老师好 接下来是这个李小峰老师 老师好 最后我们要请这个国家人权馆 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 王兴慧王副主任 北京现场贵宾真的非常多 那也不好意思场地有这个来的人潮很多 大家可能有一点点急 那如果有需要水的话旁边也有可以请自取 那也再次感谢异光教会谢谢我出界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要请我们预生社的总编辑魏淑贞卫总编辑先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出这两本作品的想法 好 请我们卫总编说几句话 好 其实这个CD有声书出来 应该不是我说话 因为这个作品 最好是艾文 艾文也是音乐制作人 但是他很严重 还去查台北教育大学的史学研究所 台湾史文化研究所 小文化研究所 因为艾文是核生 本来年前艾文就说他想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跟蔡坤林前辈说 蔡坤林前辈都没同意 一直动这个事情一直动一直动 有一天艾文跟他说终于有可能这个东西可以做 所以我在想这个CD有声书 也不是艾文 我想蔡坤林前辈是不同意 有这个东西可以完成 我这几年很轻轻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蔡坤林前辈我过六十年前 这样说泄露我自己的年龄 所以我那时候在保证的时代 就向蔡坤林前辈来经家面 不想说这几年 很多人来找文 想要做一些出版品 或计划 或是做一些有声的东西 或是口述历史 不久之前 薛华妍老师也来跟我说 我计划 不同的来源 竟然有三四个地方 要做蔡前辈的故事 我计划 我计划 尼龙也要做一个影响的东西 所以我计划 蔡前辈是 很多人心目中的典范 也是我的典范 所以我计划 我像蔡前辈经家 因为这么苦难的未典 到八十多月 都不能再唱 当然我计划 远远不如 远远不及 我计划 在这里 表达最大的敬意 今天你还有益珍 益珍也是向蔡前辈 向蔡前辈告示 下车很漂亮很漂亮的 爱餐客的小熊 所以今天很高兴 我计划 应该不是欢喜的事情 但也是很欢喜 可以在这里 把这些完善的出版品 不管是绘本 或是留生书 可以在这里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 魏淑珍魏总编 那接下来呢 刚刚总编有提到我 这个小熊流的拥体 这个专辑 其实是艾文音乐做的 那艾文当时在制作这篇专辑的时候 有特别邀请了两位老师 来为这张专辑写了一点点画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这两位老师 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听到这张专辑时候的想法 首先让我们请掌声欢迎李小光老师 各位前卫 各位好朋友 如果如果时间 回去五十年前 我们今天咱在这里办这个会 为时针米点盼师傅 我咱在这个公园可能没有其他 你们两位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可能10年 坐在这里可能5年 但是时间不够了 今天咱在这个图里可以回国 因为回国这段历史 总是人心疼 我经常在想说 人生里面什么是什么痛苦 当然白疼是很痛苦 这个身体痛苦不是以外 我们说情心胸 心理胸什么是什么痛苦 有人说心梦想痛苦 没错 譬如说我们在前卫 一部分人当时要用枪 他要处决的时候 处决那一刻是很煎熬的 那个心情我们都知道 但是除了这个意外 我感觉生里最痛苦 用势力来应用 我叫做生里使命 生里使命 尤其是 你如果说生里 时间很短 马上就会解决 但是你如果 譬如说像我们出前卫 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有很多前卫 他当时在那儿都十几年 十年 在那儿他的身权 想他的朋友 想他的亲人 还没办法看 那种痛苦实在感觉 所以尤其是我在看 我在听这些歌的时候 我一年六岁就会来 有人跟我问 他说你出前卫的这些歌 会有 他的巴巴洛迪比较好听 我可以这样避免 我说 他说 他说 你如果要论 那些声音 發声音 當然可以用这样避免 用那种避免 那种避免 现在也没有整个巴巴洛迪了 但是 巴巴洛迪的歌 可能略有了 但是我们出前卫的歌 是动人 你如果去了解 他背后 那种避免的佛迪 你会说 那些声音会出现 这个 我们 这个不是声音 我们这个专辑 早前卫 他自己的秩序 里面 他有一句话 已经客气 他说 我的声音 我的歌声 沙哑 又走掉 我虽然不是姻巴家 但是我 有时候去找歌 我感觉 我们出前卫的方向 你绝对没有沙哑 也没有走掉 而且你是很感动 我常在想 譬如说 出前卫 里面有一条歌 《思香曲》 我以前在动音做兵的时候 我常在唱这条 动音做兵也很厉害 我就觉得 那种歌的感觉 那种是 那也是一个堂 所以晚上 或是星光 月空 还有月亮出来 我就去想这条歌 你小时候我听过 我在这个专辑 还听到 我们创专辑 跟这条歌上 我也想到 我说 我是年卫 我就很煎熬 像自动音 如果不能回来 你是十年 十年在唱 我哀哑 好 好像在二十二夜的样子 你们秋头哪有的人 他要去那买一个 二十二夜 二十二夜 想起了我的故乡 想起了我的故乡 不想远各着重山 感谢不能相忘 感谢不能相忘 不想远各着重山 愛人 安望著遊子回鄉 這是我的主意 已經有一個秀 起來做這場歌 因為那個秀其實沒有 用這句的行動 刻骨移行 開國那樣的秀 中年我們不敢 但是我們又經過燈秀今天的主意 很高興我在台灣文化研究所 就是國北教跟任教 很高興喔 得天下英才而交織那樣的心情 很高興的感覺 那麼這個英才裡面 有一個英才中的英才 就是我們的製作人艾文 艾文拜託你去聽聽 我看過艾文做這個出來的 我就說 喔 原來我放心 我告訴你 你論文快寫 我常說 你論文寫的 我知道他出來 這是一個雛形 我可以說 你是在進行論文中你的心得 很高興 艾文把我們前輩做這種製作出來 這就是什麼 前代跟後輩 代跟代之間的一個交流 這是台灣在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 經驗的成長跟智慧的成長 跟情感的成長 那麼我們台灣如果不去留宿 不去留宿的民族 是一個沒有體育的民族 也是一個沒有聰明 沒有感情的民族 所以這兩代的成長 都是我們對台灣留宿的領袖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